因為我所有交往過的全部都是理工 因為妳叫我要扮演這樣的 積極扮演這樣的角色 來 請回座 妳請回座 來 班醫師留下來 妳請回座 OK 好 來 郁婕來 理工男 這是跟理工男交往過的 我全部都是理工男 來 我們現在是 理工男的第一次約會 Action 剛剛那個東西好吃嗎 好吃 謝謝妳 對 因為那是我主管介紹我的 如果你覺得不好吃我也沒有辦法了 沒有 我覺得真的很好吃耶 那就好 我自己也會做那個牛排 那個牛排啊 你就是要給它這樣煎 這一面要煎三分鐘 旁邊再煎三分鐘 然後你要用那種有 那種條紋的那種鐵盤 鐵盤上面妳大概可以再去找那個YouTube 我大概找20個YouTube之後 我就覺得我自己煎得還不錯 對 也許是妳自己 有不一樣鐵盤就是 不一樣不一樣 那個是有專業的 那個鐵盤的厚度啊 大概是要是2.57公分 差不多就可以 煎得非常的棒 妳其實可以試試看 我不太吃牛肉 那我其實還是可以把那個 YouTube的影片連結貼給妳 不用 因為我不太有時間接那個我怕油煙 我是想說因為我們還才剛認識 不然我就邀請妳去我家 但是我覺得可能這樣太快了 所以就算了 嗯 要我也覺得 嗯 好 那我差不多要回家了 那妳要不要留一下Line 我沒有在用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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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可以這樣子喔 真的啊 她好典型喔 真的 然後接下來就講塗層 有幾種對不對 因為我其實那時候 我覺得我男朋友是我追來的 然後 我那時候就為了說 因為我真的跟她 她太容易句點我了 所以我後來就一直想 她最認真 最研究最有興趣的就是聖經 所以我每次都要故意 就是翻一下聖經找一些問題 然後打電話 就跟她講說 欸 這一句我有問題 妳可以解釋給我聽嗎 就是這樣子搞得好久 就是妳要弄一些狀況 讓她可以跟你互動 妳要先找到她擅長什麼 然後妳一直專攻她擅長的東西 讓她越來越有自信 妳才有可能跟她有更多的話題 所以要表達出 對對方的興趣有興趣 對 要對對方的興趣有興趣 然後要替她繞掉她不擅長的東西 替她繞掉 就是她有時候講一些東西 會自曝其短嘛 喔 那妳其實要很技巧的幫她轉掉 然後留一點顏面給她 因為她再繼續彈下去 無論怎樣自己都會很難看 妳救不了她 可能在這中間就要幫她岔開 啊 我有過失敗的經驗 是我朋友幫我介紹那時候 第一次她說 她說妳太咄咄逼人了 我再給妳一個機會 妳不要畫那麼多 然後就 她就再幫我介紹另外一個 然後這次我就謹記 她說不可以咄咄逼人 然後這次還是沒有成功 我說我這次沒有講話 她說對 但妳那個不屑的眼神 哈哈 我真的 我那時候才知道我的眼神 我的眼睛會說話 OK 如果這個人講的話我聽不太懂 我會這樣 有時候會覺得 蛤 哦 嗯 啊 所以有時候真的 就是說要繞過她不擅長的東西 這也是一個體貼啦 也是一個體貼也是一個測試 如果這個繞過去 其他其他部分都還堪用的話 你也許可以考慮以後 慢慢的修掉這一塊 OK 那如果男生真的很憨 怎麼樣有什麼技巧 可以女生來發揮 我覺得男生很憨的時候 就是女生只要做兩件事 其實就會過關 如果你很愛這個男生 因為通常如果你不愛這個男生 這是你都不用容忍嘛 如果你很喜歡這個人 你要記得兩件事情 兩件 兩件 兩個原則 第一個說你要懂 她的每一句話 你就在她講完那句話 就是欣賞到那個句點就好了 所以她講的內容 就不要去管 只要欣賞這個句點 終於結束了 為什麼 因為這部分是讓你不耐煩的部分 你不要去深思 你還想要好嗎 每個人都會有無趣的部分 你就想說這個就是她無趣的 反正她 我喜歡的部分 有存在就好啦 對 可是這麼無趣的時候 我們怎麼控制我們自己 別人就說 只要她講了跟你無關的事情 就是她的專業部分 你不用去聽 就像說 就是如果說夫妻倆啊 如果 老公回到家 一直要把她公司上的一些事情 講給她聽 老婆你聽不懂 你也不要去跟她煩嘛 你就聽一聽 讓她有一些發洩就好了 然後你趕快開始另外一個 欣賞她的角度 比如說這個怎麼欣賞啊 就問她你喜歡什麼 你看你就把她的注意力 放到你自己身上 第一個 不要被你沒興趣的 或者她其實不擅長 但是熱熱等的話 給卡住跟困住 只要欣賞她那個句點 終於結束了 然後第二個是把這個 欣賞完這個句點之後 再主動的問她 對什麼有興趣 然後她講出來的東西 其實又很無趣 所以你就在欣賞她的 句點就好 然後再問她來 喜歡吃什麼 然後一直這樣子過來 一直過來 沒有啦 我是說欣賞是只是說 把她轉移 注意力 反正她在討論她自己的事情 你轉到自己身上 她就說 你可以問她說 你喜歡什麼 然後你也可以告訴她 你喜歡什麼 就是你把這個注意力 轉移到你自己身上 或是別的議題上面 那個部分就把它結束掉 轉移議題就對了 像我想回應一下 剛才那個接牛排的男生 一般人 我剛剛的感覺是 一般人大家都覺得好無趣 可是有時候我們回頭來想 有多少人在婚後 抱怨自己的老公都不接肉 就是不煮東西 可是這個人他會去研究鍋子 你只好說 老公我們家用什麼鍋子 來煎牛排比較好 他就會去研究清楚 然後他會在自己家裡煎 其實也是不錯 所以怎麼去克服那個約會時候 因為這樣的特色的卡點呢 就是這種比較宅男 或是這種不善於互動的男生 你要克服自己說 他談的不是你 我們通常女生會厭惡就是說 他談的事情從頭到尾跟我無關 我今天穿綠色穿紅色穿白色 他都好像沒有看到 然後他就在背他的台詞 所以這時候阿德剛剛講說 那個互動有沒有 把問他喜歡什麼 其實剛剛如果我想要製造一個連結 我就可以說 你剛剛講的這些我都不懂 那我是一個都不太會自己做菜的女生 那這樣你會介意嗎 然後對方 理工男真的會跟你說 不行耶我媽說女生一定至少要會煮菜 要通過男生的胃才能抓住男生的心 然後我就會說 真的嗎你是這樣認為的嗎 那你以前交往的女生 都是這樣抓住你的心的嗎 那怎麼會分手 哈哈你不要開玩笑了 就是開始聊到一些就是 然後他可能就說 沒有沒有我都沒有交往過 然後你就會說真的嗎 然後你就會說 那怎麼樣的女生 你才會願意交往啊 一定要懂得這些嗎 我這些YouTube的連結都要看完嗎 可是我通常就不會念書耶 看完那麼多東西 我可能沒有辦法像你這樣 就是這就是製造互動 是是是